乌冬面发烧有get起来 没想到乌冬面也能有不一样的吃法 而且每一道都超 好 吃 的 滋溜滋溜的口感 包你吃了一口接一口 根本停不下来 现在就学起来吧 老干妈炒乌冬 面材料 乌冬面一包 鸡蛋一个 火腿长一根 青菜少许 青红辣椒各一个 蒜片适量 生抽一勺 老干妈一勺 老抽半勺 白糖一小勺 蚝油半勺做法 一 火腿切片 蒜辣椒切好备用 锅中水开下入乌冬面煮熟捞起备用 二 锅中适量油把鸡蛋炒熟剩出备用 三 锅中适量油放入辣椒蒜片炒香 加入火腿片炒一会 再加入乌冬面 加入一勺生抽 拌 少老抽跟蚝油 一小勺白糖 一勺老干妈拌匀后 加入青菜鸡蛋翻炒一会即可 日式芝士泡菜乌冬面材料 乌冬面一包 辣白菜150公克 火腿长一根 蟹肉两根 芝士碎 适量 盘式辣酱一勺 紫菜碎适量 白芝麻适量 小葱一根做法 一 乌冬面水沸腾后放入乌冬面两分钟左右捞出来过一遍凉水 二 热锅热油倒入小葱朝向后加入辣白菜 然后倒入火腿 乌冬面 盘式辣酱炒香 加一点白砂糖和老抽调味三 再倒入蟹肉 芝士碎搅拌后放入烤碗中 四 撒上芝士碎 放入烤箱180度5分钟等芝士融化即可 最后撒白芝麻 紫菜碎 紫菜碎开吃 肉末茄子焖乌冬面 材料 肉末 乌冬面 茄子 葱蒜 适量 小辣椒适量做法 一 锅中放入有爆香葱蒜小辣椒 倒入肉末炒至变色 二 加少量盐和糖 倒入茄子焖煮变软 三 接着倒入乌冬面继续焖煮 最后勾芡收汁就完成了 辣炒乌冬面材料 切碎泡菜三分之一杯 鸡胸肉50公克 切片 中虾四只 去虾翘合肠 洋葱 二分之一粒 切片 泡菜汁4TBSP 青葱碎适量 生抽适量 清水适量 乌冬面一包 用水冲洗一下 做法 一 热油锅 加入少许石油 倒入洋葱丝炒香 加入鸡肉 和虾炒至半熟二 然后加入乌冬面和泡菜翻炒 加入泡菜汁和适量清水和适量的生抽掉味 焖煮至水收干位置 三 最后撒上青葱碎 即可开吃 酸辣乌冬面材料 乌冬面一 包 蒜末适量 葱花适量 白芝麻 适量 小辣椒适量 辣椒粉一勺 生抽二勺 香醋三勺 香菜 经费应许可以自己加其他食材哦 做法 一 姜白芝麻 蒜末 葱花 小辣椒 辣椒粉 淋上一勺热油 再加入生抽 香醋 盐搅拌均匀 二 乌冬面放开水锅煮熟 捞出过凉水 三 在碗中倒入掉好的酱汁和拌碗汤 煮乌冬面的水也可以 然后加入乌冬面 和香菜就搞定 黑椒牛肉乌冬面 材料 洋葱半个 黑胡椒酱二勺 青椒一个 牛肉五十克 乌冬面一百公克 酱油半勺 老臭一勺做法 一 青椒切断 牛 肉切条 洋葱切丁 二 热锅热油 炒香洋葱 青椒后加入牛肉 黑胡椒 盐 酱油拌匀 三 乌冬面水沸腾后放入乌冬面两分钟左右捞出来过一遍凉水 更浸道 四 接着 把乌冬面加入锅中小火拌匀收汁即可 日式咖利乌冬面材料 乌冬面一人份 鸡肉片一片 切块 马铃薯一个 去皮 切块 红萝卜二分之一根 去皮 切块 羊 葱二分之一颗 切丝 日式咖利块 一块 清水适量做法 一 热一锅水 将乌冬面煮约两分钟 沥干备用 二 将马铃薯和红萝卜丁放入水中 煮约四分钟或至半熟 沥 沥 干备用三热一个平底锅放少许油爆香洋葱和蒜蓉 四加入马铃薯红萝卜丁和鸡肉块炒至鸡肉变白 五倒入适量的清水淹过食材加入日式咖利块压至溶解 六 以中小火煮至咖利汁慢慢变浓稠 再把乌冬面倒入锅里 当咖利汁收干制想要的浓稠度 即可熄火 圣盘培根奶油乌冬面材料 乌冬面 一包 培根切小片或小丁 蘑菇 六横线八个 奶油斜线牛奶100ml 黑胡椒少许 蛋黄一个 汁式粉适量做法 一 水烧开下乌冬面 同时起油锅 煸培根后加入蘑菇片一起翻炒 二 加 盐掉味并加入奶油 改小火煮到快开的时候加入熟透的乌冬面 三 加入面后再煮大约一分钟以后关火装盘 四 在中间留一个小洞放生的蛋黄 要买可以生吃的鸡蛋品种 五 最后撒上芝士粉和胡椒粉完成 一 最后撒下芝士粉 中间留一个小延 的 和 一 二 二 一 三 一 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